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买房买包赞不在话下 体贴溺爱更是让人羡慕 当时的李嘉欣赶出来与前妻保永勤叫嚣 电话直接打到家里去直接骂保永勤 刘兰雄听到后不仅没有责怪 反而安慰李嘉欣 深夜李嘉欣想吃肠粉 电梯停电 刘兰雄儿话不说 一口气爬了二十层 只为博美人一笑 烽火系诸侯 英雄难过美人观 古往今来男人都一样 爱的时候天崩地裂 无人能阻挡 不爱的时候冷漠无情 即便如此 刘兰雄离婚后并没有娶李嘉欣 是因为女明星不堪当豪门太太 还是因为那并不是真爱 还是因为妻子保永勤离婚后的一句话 当时的保永勤被小三李嘉欣逼迫 无奈之下只能离婚 离婚后留下一句话 娶谁都行 不能娶李嘉欣 离婚之后的保永勤 并没有过几天自在的日子 离婚后被告知 患上乳腺癌 豪门生活从来就不容易 表面上看风光无限 可是男人有钱就变坏 尤其像刘兰雄身价上百亿 怎能甘心一辈子就一个女人 即便这个发妻曾与她同甘共苦 在和李嘉欣轰轰烈烈的时候 刘兰雄并没有从花丛中彻底抽身 当时还与众多女性有来往 关之灵就是其中之一 在关之灵身上 最大的花编新闻 就是为了刘兰雄的钱 将两个尔夫球放进自己身体中 以至于差点要命 连夜送到急诊室 1993年 关之灵在香港圣玛丽医院 体内取出两颗球的新闻引爆全网 知情人士信誓旦旦称 这是关之灵为和李嘉欣争宠 与刘兰雄玩的互动游戏 一夜之间将关之灵从女神 变成人人喊打的荡妇 但是关之灵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据相关消息爆料 一个戈尔夫球是一千万 另外再加一座豪宅 关之灵当时正在和富商刘兰雄交往 刘兰雄这个人十分风流 败在他金钱下的女明星数不胜数 不过当时的关之灵是公认的大美女 于是刘兰雄不惜花费重金 讨关之灵欢心 最终抱得美人归 刘兰雄还有个特殊的癖好 一次和关之灵说 塞一个戈尔夫球到下面 一千万 关之灵为了钱还是答应了 没想到最后却拿不出来了 最后只能到医院去取出来 做这种事情的后果 就是关之灵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半夜就被送往了医院 医生经过全力救治 关之灵体内的两颗戈尔夫球 终于取了出来 这件事情传出顿时让关之灵的颜面扫地 让她的声誉大受影响 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关之灵风光不在 甚至受到了很多人的辱骂 认为关之灵为了钱 完全不顾道德底线 但所谓实锤 简直是智商检测一般存在 先不说 以关之灵富豪收割机的地位 大可不必为两千万就如此不堪 事件中的圣玛丽医院 更是皇帝的医院 翻遍整个香港都没有她的存在 整个传言靠着三人成虎的口口相传 变成关之灵演艺生涯甩不开的污点 近日在网上流传多年的 关之灵戈尔夫球传闻 终于真相大白 当时刘兰雄在记者会上发声 回应了此事 刘兰雄言语激动 称自己憋了很久 很生气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有人在造谣 嫉妒她赚钱又有很多女朋友 刘兰雄这次之所以召开记者会 是因为前两天她被拍到和旧爱吕立军在一起 而现任干比并不在身边 于是外界便铺天盖地地传出来人要复合的新闻 刘兰雄回应 只是吕立军有事相求 两人才见面的 不曾想事情越闹越大 她便召开记者会澄清此事 同时也澄清了很多关于她的很多传闻 在记者会上 刘兰雄也罕见谈及自己的感情经历 她表示 她之前有过很多女朋友 不过娱乐圈的女朋友只占1%而已 不过她也承认 她会在金钱上照顾旧爱 但是也要看对方值不值得她去照顾 她表示 演艺圈有不少人就很没品 她不会公开名字 她表示以前有一个女朋友 两姐妹就冒签她的名字进行诈骗 事后她并没有报警 如果她报警的话 对方就完蛋了 传闻她和关志玲的戈尔夫球事件 她也在记者会上首次发生回应 言语颇为激动的她表示 自己憋了很久 很生气 说她塞什么春卷乒乓球 网球戈尔夫球啦 换着花样的造谣 还有人说她打别人两巴掌 然后直接把支票甩在别人脸上 她自己从来都不随身带支票的 什么样的谣言都有人传 他们只不过是看她赚了不少钱 又交过很多女朋友 就各种造谣抹黑她 除了首次发生回应和关志玲的传闻以外 刘兰雄还提到了之前 传她登广告 为旧爱李嘉欣庆生的传闻 李嘉欣当时才19岁 刚出社会没多久 特别单纯 没谈过多少恋爱 对于刘兰雄这样的富豪 还是很仰慕的 不管有没有结果能不能得到好处 至少交往一下是可以的 尽管刘兰雄比李嘉欣大了19岁 于是李嘉欣便给了刘兰雄机会 此时的刘兰雄与前妻保永勤 婚姻仍在存续之间 而李嘉欣也是知道的 却依然选择跟刘兰雄交往 真是名副其实的小三 李嘉欣是香港小姐冠军 才19岁 而女人的青春是非常值钱的 因此刘兰雄一开始交往 就对他特别的迷恋 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二人频繁约会 刘兰雄邀请李嘉欣在顶级餐厅吃饭 一顿饭过后 李嘉欣就对刘兰雄更加感兴趣了 李嘉欣之前家里条件不好 住的是棚户区 吃的是廉价快餐 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在美食的用户面前 李嘉欣首先动心 他明知道刘兰雄已经快40岁 依然愿意跟他交往 甚至让他来自己住的地方聊天 李嘉欣曾爆料过 他住的大厦当时停电了 他正好饿得没有力气 下楼买吃的 便打电话给刘兰雄 刘兰雄听到以后 立马给他送肠粉 大半夜的爬了20多层楼 累得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把他感动得不行 另外 李嘉欣和刘兰雄聊天的时候说 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 光线环境都不太好 不想住了 李兰雄立马花2000万 给他买了新的豪宅 李兰雄那时候 对李嘉欣特别迷恋 主要是李嘉欣的年轻 和颜值身材 比保永勤强多了 李嘉欣甚至为了上位 曾经亲自打电话 给保永勤骂他 保永勤后来得了癌症 与这有一定关系 心情不好 保永勤去世以后 李嘉欣背负了一辈子的 小三骂名 直到现在都没有摘掉 但李嘉欣与李兰雄的感情 只持续了三年 到1992年便分手了 那时李嘉欣22岁 刘兰雄41岁 紧接着 刘兰雄与保永勤签字离婚 恢复了单身生活 后来 刘兰雄又与女明星 刘兰芬洪心的人交往过 但他心中最喜欢的 还是李嘉欣 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分手很可能是 李嘉欣不喜欢刘兰雄 毕竟他年龄太大 时间久了会被人嫌弃的 到了2006年 李嘉欣36岁生日 刘兰雄包下香港 所有著名的报纸 在上面为他祝福生日快乐 但他没有用真名 而是署名The One 他们两位分手17年了 李嘉欣的颜值依然那么高 没有显老 而刘兰雄老得比较明显 却依然对李嘉欣钟情 更加说明当初分手 是李嘉欣不愿意 跟刘兰雄在一起了 香港有一个著名的商场 叫The One 市民都知道 2009年商场开业轰动了全港 总计高达29层 是当时全港最高的一个商场 商场取名为The One 有特定的寓意 开业当天 刚好是李嘉欣39岁生日的前几天 刘兰雄用The One 再次向李嘉欣示爱 可惜李嘉欣已经跟许静亨在一起了 刘兰雄没机会了 不过在这此次记者会上 刘兰雄表示 集团旗下的物业The One 是他儿子改的名字 他不可能会想到起这么个名字的 当年媒体传他以The One 为旧爱李嘉欣庆生 他表示自己喜欢帮助人 当有人找他想打个广告 他都会让他的秘书去帮忙的 当年的这个广告就是自己的秘书被别人骗了才登的 所以才造成媒体的误传 记者会上 刘兰雄对这些年的种种传闻均一一回应 有记者就打趣地表示 他应该开通一个短视频平台 做博主去澄清这么多传闻 刘兰雄则表示 他之前确实有想过去做视频博主 还笑称他如果发布视频 每个视频点击都分分钟过亿 至于为什么没开 刘兰雄则表示 是家人觉得不好 因为有很多黑客入侵 担心被入侵后会给他造成不好的影响 说到这些事 年事已高的刘兰雄很激动 既想给自己澄清 又想给关志玲洗白 甚至大刘还发毒事 表示如果想过就断子绝孙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那些人嫉妒我 才给我造谣 大刘如此激动 也不枉关志玲那句纯粹是爱了 如今甘比才是刘兰雄唯一的女人 也或许是他最后的妻子 针对甘比母亲换肾给刘兰雄的事 他表示 这事完全是假的 我要换也要换个年轻的肾 怎么会换老人的 大刘对妻子甘比也非常认可 但外界所说的财产全部给甘比 并不是真的 自己的财产家里人都有份 即便是吕立军的孩子也有份 刘兰雄的这些辟谣 将自己和甘比洗得干干净净 前女友吕立军成为首屈一指的恶人 但这些辟谣也都是刘兰雄的一面之词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我们也只能看个热闹罢了 孰是孰非 谁能真的变得轻呢 刘兰雄这一生精彩分成 也乱七八糟 身家不菲 但风流债扎堆 功过是非 别人平来论去也无关紧要 大流的生活还要继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